今集一起吃沙律 有酥炸軟壳蟹沙律 和香脆鯉魚搬青芒果沙律 以政府發行第三批通脹掛鉤債券 我们会分析抽埃邦的策略 在这间餐厅吃过一系列的甜品 又吃过很丰富的海鲜大餐 今次我们就吃沙律 想起我小时候吃自助餐的东西 不沙律那些吗 不是的 通常吃完甜品之后 又再由头盘再吃过 为什么 我吃得这么多吗 当然了 这个沙律是否适合你心水 应该也适合心水 不要以为沙律是很轻轻的 这里的沙律也挺确的 尤其是这个炸软壳蟹沙律 其实其实也挺胖的 但是很吸引 师傅炸软壳蟹 使用油温适中 然后逼出油 也不会太肥腻的 不过这样 因为始终圆壳蟹 也比较肥腻 你看到这里有什么来的呢 那些青芒果 没错 青木瓜大家吃得多 青芒果可能大家少吃 很简单 味道比较酸酸味 但是配合圆壳蟹一起来品尝 这样就非常适合 可以中和整个 比较油腻的感觉 没错 先试一下 而且这个酱汁是很特别的 这里是自家调制 有海鲜酱、面糕酱 加上青檸汁等等 青檸汁 辣椒粉 非常之惹味 也挺脆的 最重要是鱼鹤蟹 炸汁不要太厚 太厚了 吃炸汁 很薄的 这个鱼鹤蟹是纽西兰的 所以它比较大 吃完蟹还有蝦 这个大蝦柚子沙律 你看到很细心的柚子 拆到小小粒 不是只剁开它 看见它很饱满 应该是很多汁 快试试 加上大蝦 还有辣椒丝 白蝦生 说真的 又不算太酸 有时候有炸汁太酸 女士可能喜欢的 男士就很怕 它不算很酸 很清甜 很清新的味道 有柚子的 有什么苦结的 这个绝对没有 所以这个沙律是很好吃的 蝦就很大碟了 还有很弹牙的 爽甜弹牙 还有真的很海虾的味道 不错 接着我们又来一些 烤猪颈肉沙律 这个猪颈肉在炭烧之前 用泰国蒜头腌到尾尾 这个是名堂 泰北的做法 泰北做海鲜是很厉害的 不过这样 其实也离不开 泰式的调味料的几个步骤 第一 最重要的是 干葱 还有香茅 辣椒粉 白胡椒粉 最重要的是预露 这个真是不好说缺的 调味料 之后才拿它再烧 还有很多传统的泰式香料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抹里香米汁 所以会有一点米香的味道 你刚才说它是做海鲜 原来猪颈肉都可以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说这个 酱汁 无论是做海鲜也好 做猪肉也好 我也觉得很适合 但你说有些 有些米汁 香 但我觉得送饭也挺好 猪颈肉 你可以试试送这个菜 看到有很多生菜 你也可以试试 不过我们也是对这个猪颈肉有兴趣 接着有这个香脆鲜鱼拌 青芒果沙律 刚刚这个青芒果又见面了 但其实你会否觉得 有点熟口面 因为我们吃过 之前吃过的甜品 就是芒果糯米饭 不是吃过这个 腩糯米水花芒 我记得腩糯米 腩糯米 但这个泰国最棒的芒果 我看不到 就是在这些芒果丝 哦 腩糯米的丝 对 因为它未熟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它会酸酸的 它熟了就像上次吃甜品 那么漂亮 即是在树丝 就像上次吃绿色的时候 就做了一道丝 是的 但味道很不同的 就是生的芒果和熟的芒果 生的芒果就酸一点 完全不同的 口感也不同的 而且也要吃香脆鲜鱼 我给我想象中 没有那么酸 但是很爽脆 所以这个味道也很配合 如果你说和炸的食物 我看到这个鱼也炸得很厉害 这是很考大厨的炸东西 就是打碎后再拿去炸的 对 因为起了肉 再切碎再拿去炸的 真的脆脆脆的 你看到 我听到你的声音很厉害 Diggy 之前我们说要抽iBong 现在终于公布了一个详程 就是说发行规模不多于100亿 每手1万元 我们都会继续抽 没有改变主意 那当然抽 一定赢不会输的东西 没理由不抽 一定要做 讲到iBong 第一次抽 人们不知道是正的 15万份申请 只要你认识44手或者少过 全部都有 他们发达了 实际上是 第二次就差不多33万人申请 三手或者二内就会有 当是三手 你认N多数都只有三手 那第三次这个 反正会不会再来一些 这次就简直 我觉得起码有50个合资格 50万个申请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赢了 其实这个iBong 和美国的抗通胀债券 Tips很不同 美国的抗通胀债券的回报率 就和通胀掛勾 但香港这个不是的 就算通胀也最少会有一利息 即是其实 即是说真的 必赚 即是政府变上派钱 完全没有风险了 基本上是没有 而且实质的回报率 如果跟通胀一样 起码都四里几 但外汇基金的票据 收益率低很多 也不排除 有些资金会觉得 看准这个投资 是有赚无赔 而且通胀也有得赢 所以肯定很多资金是蜂拥而至去认购 的确实很吸引 但今次的认购策略又应该是怎样呢 因为证券行开始出招了 又说什么免申请认购费 母子免息 又送叉烧饭 对 应该要留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优惠是希望大家是吸客的 长远来说 我都会觉得 究竟今次的iBond 认购策略是怎样呢 其实计算是很容易的 如果真的有50万人 申请这么多 100亿而已 其实真的最多得两手 如果从这个数字去看 所以我自己觉得 现金认购 全家总动员 人人都认购就永不落空 那就应该是赚到最多了 当然了 因为有些官员也说 今次认购也想照顾一些大的投资者 但我都会觉得 始终是针对散户的一种产品 搞活债券市场之外 亦都想散户可以有些钱 平派一些投资工具 可以抗到通胀 所以我觉得 allotment的分配 肯定是照顾散户为主 所以认三几手就够了 认太多也没什么用 我相信 你说全家总动员要抽 我们投资仓当然不会亏 当然了 但我们投资仓又不够研究 要不够一万元去买 那怎么办 都要找一只股票去买 要找一只赢钱的股票去买 我们很多股票都在赢前 应该全部都是 那就是减哪一只 减持是和电香港 和电香港 减持了 我想拿6-7千元 加上现金 仅仅足够认得一手 不过可以的 拍一手有一手 好 另外我也想问你 就是一只新股 合火是否分拆了一只合火房产 是呀 这一只又抽不得过呢 它主要是做本地的住宅 非住宅项目 我自己就是在湾仔大的 因为我小学中学都在湾仔 即是有情意结 有点情意结 看着湾仔变天 当然 合火是湾仔大地主要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今次这个分拆 我都会觉得 对它来说 挺有利 因为 只是说这些合火议期 哇 只是那些保地价 搞了N那么多年 终于就是谈好 亦都補了37亿 未来如果真的 要建一座酒店 说成千间房 酒店 在湾仔区 我觉得其实也有市场 因为现在来说 做一些展览 就只是会展 博纜馆很远的 而且 如果你说这些酒店 我们做iBank 就知道了 如果有什么的发布会 想设计一个很大的ballroom 下午就举行 哇 金钟得三 就有点 中环那两间 整天都没有位 所以绝对有这个 就是说发展的空间 而且在未来 如果是独立上市之后 那和合火 就会可以分家了 就是合火呢 本身阿妈 就做内地的房地产发展 广东那样 那儿子呢 就集中香港的房地产发展 那我都会觉得 起码就是 子弟弟再要发展的时候 自己本身都是一家上市公司 他们已经有一个融资 应该都会是好事 还有还有就是 董事总经理回民生都说 他们分拆后 那个债务水平是减低了 那就是说 他们有了多点的弹性 可以做其他东西 那就是对两家公司 母子公司都是好事 所以前景都不错了 理论上也是 当然 它招股的范围都很阔 但假设如果它是中间价 定价都应该有些水位 好啊 那我们就不会想买这个 其实因为又是没有钱了 所以就算了 就认住i-bond 所以你是带一些提示给我 私下可以考虑一下 私下也可以 好我们来投资仓了 我们就买了这个 是 买了一瓶i-bond 就拿去认购i-bond 好啊 那我们一年几个星期 吃了这个泰国菜之后 下个星期 我们又一起吃新东西了 好 希望i-bond赢了一点 我们下次吃好一点 一定不会的 好的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